六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上豪 周五在美丽的九龙半岛永安百货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2018年是香港破纪录 6000万防港旅游客人最多的一年 主要还是拜祭于 一高跟一桥 一个高铁升港澳 高铁可以直达上海跟北京 另外一个就是拜祭于十月份 通车的港珠澳大桥 因而香港的访客突破了6000万人 哇哦 所以香港在2019年黑丽丝变中带着忧虑 优利继续的能够求变 这也是过去三天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一致的看法 2019年充满了变数 充满了黑天鹅 包括我们美国在内 我们美国政府shut down 已经超过35天破纪录 事实上35天的经济损失超过我们川普总统要求的65亿 或者是整个的修建要的美金 因为这downside的shut down的经济的损失比预期的都还要巨大 所以逐步我继续来谈谈昨天公告盈余的IBM IBM就是一个典型的咸鱼翻身 五年来最低的价钱在上个月近110块钱 因而他2019年整个前景看好 所以大涨了10块钱 8个percent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一个老牌的百年蓝巨人 在咸鱼翻身当中 包括你跟我可以学习的功课 主播的观察有三 第一个云科技 IBM企图心 就是将他自己的云科技的技术revenue 从现在的49个percent 还要继续增加 希望老牌的蓝巨人 在他自己企业盈利上面 继续在战略性的云科技 能够继续加强 第二个原因 为了防止他自己领导的地位 所以能够跟Microsoft Amazon 还有Google 在云科技的竞争 企图心 就是要买Red Hat 红帽 用的价钱是340亿 这也是希望继续在蓝巨人 他有领导的地位 第三个IBM 能够继续嫌疑翻身 就是一样的 在变中继续求变 求改革 所以一个蓝巨人 跟香港一样的 幽中待变 变中继续求变 这似乎是全球在2019年的共识 智慧人的话语 还是一样 上帝所赐的福气 使人富足 并不带上忧虑 就好像永安百货的 永远平安一样 愿上帝赐福你平安 就如赐福香港岛一样 也赐福我们美国经济 赶快重新能够站起来 政府能够重新开门 桃威县陈少豪 周五在美丽的香港 永安百货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